生下来之后呢 还是两地分居 对 生下来之后 我跟他商量嘛 因为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又要带大宝又带小宝 然后就跟他打电话商量嘛 我说要不你回来吧 回没回啊 回来了 这就对了 然后回来之后我就说 你上我爸那帮忙嘛 我爸也是做生意的嘛 因为你也没找到什么工作嘛 好的工作对不对 我就说你上我爸那帮忙 钱虽然少了点 但你能跟我在一块 然后我觉得就蛮幸福的 对吧 然后谁知道 他在我爸那干了两个月嘛 然后就跟同村的一个同学嘛 然后跟他一块 搞了一个养鸡室 挺好 养鸡 他一个人就出去在那里 忙他自己的事情 然后也照顾不到家里 这是干啥啊 男人不要有自己的事业嘛 得到这个岁数 还是觉得男人事业很重要的 再大一大你会觉得 宝宝可能是最大的事 反正就是他就忙机场了 是这意思吧 对 然后 你就忙着生宝宝 对 那天天回家吗 还是就住在机场啊 反正也回来 但是回来得比较晚 他就忙他自己的事情 每天白天的时候 我还要看着大宝 还要照顾到小孩 他的喂奶嘛什么的 那你那会儿大宝也就两岁多是吧 对 两岁多 还要我自己弄 然后小孩哭了呢 我还要哄一下 我就觉得心里特别难受 你那事业做得怎么样啊 刚开始也没有什么经验 干赔了 赔了 白折腾了 你老婆怪你了吗 没有 没怪 那还不赶紧回家带拔 我们自己做赔了就去上海了 就去上海打拼了 把小孩放在家里了 因为那时候他心里上嘛 有点情绪低落 然后我就说 要不我们俩再出去 再拼一下 因为趁现在年轻嘛 还可以从头再来 对不对 然后就跟他商量 要不让你的父母回来 照看一下小孩 然后我们俩自己 去一下上海再拼一下 那你舍得吗 就突然之间大宝二宝 都让他们带 那我肯定不舍大家 一个做母亲的 对不对 虽然舍不得 但是觉得也要为了宝宝 拼一下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是去年年车的时候 就去了上海了 对 然后就来到上海了 到了上海之后呢 到了上海 然后他给老板开车嘛 然后我在工厂里打工 然后就感觉他有点小钱了 对我的态度就完全地改变了 你知道吗 挣钱了 对老婆的态度改变了 都哪些改变啊 他就是回到家 就是爱搭不理的 就属于那样的 为啥对老婆爱搭不理啊 上一天班了 回家也比较累 司机嘛 一天开车 有的时候十九小时 也挺累的 就不想说话了 回家倒到床就睡觉了 他说他累 但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那玩着手机 然后也不跟我说话 我那是玩手机吗 那是同事和领导发的信息 你说我驾驶员 领导出去出差 我都要开车去接他 不是 你都下了班了 还那个 你这说不通吧 领导不就打一电话 不就行了吗 我又回信息啊 他对我的态度就是 完全地大转变 你知道吗 觉得我就像一个隐形人一样 就属于那样的 都隐形人了 做无忧碍了 在等级上来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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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